大家好 我是雅次元 歡迎來到我的小小書房 這是一個原則上 不定期我會非常隨意的介紹我近期 所看過的好書的廣播式小節目 每次三本書 三位作者 三種風格 三篇物語 如果你時間不多 沒關係 也可以當作廣播放在一旁 一邊慢慢聽 一邊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也希望接下來的三本書 可以激起你更多 對於故事世界的憧憬 第一本 情依之伴 唯婚痴等詞所著 首刀頁繪圖三月月初版 常被稱作為暖心系作者的 唯婚痴等詞老師 繼《迷途之兩系》的完結後 又帶來了風格辨識度高的 另一部單型作品 《情依之伴》 唯婚痴老師筆下文字 雖然續寫的往往都是青春 是迷茫 是一段段有著後悔與傷感的過去 是一段段美好 而又不經意期的往昔 那基礎上都是十分貼近現實 貼近你我故事 但卻能藉由輕柔的筆觸與短劇景色 來襯托出本作中的 所謂這個 《情依的脫俗不凡》 以及無法玷污的美感 進而升華為比 《架空世界》 比《幻想故事》 更加能打斷我們內心的篇章 《情依之伴》描述的是 一名被過往束縛而放下 吉他的少年 以及一名熱愛音樂 真心懷夢的純真少女 在相遇並逐漸認識彼此之後 互相拉著彼此的手 前往未來 原諒過去的短劇 那正如《混雞老師》自己所敘述的 這是個由在夏日藍天開始的故事 講述者《獨立音樂》 《許夢的人》 在時光場合中流淌 過去 現在 未來 獨屬後青春的掙扎 他的題材其實十分巧妙的 唱片行 咖啡廳 獨立音樂 乃至年少輕狂 玩音樂的夢想 與初社會後 仍然堅持自我的掙扎 這些都是我個人十分十分喜歡的東西 而《混雞老師》以專注於少數人物描寫的方式 搭配時不時的景色穿梭 構成了這麼一部描繪青春 講述追憶的好作品 踏上全新的旅途線 不如先停下腳步 慢走在時光之中 感受著時間的流動 體會美好的人生風景 並且在這後青春的尾巴 將我們所有的美好回憶 一起裝盡收藏合理 儘管迷茫 但我們依然會往前走 第二本 模仿和極彩度的灰 繪圖寫作只有LongDraw 也有完成三層文化出版中文書 LongDraw老師 在以插畫家的身份出道後 便逐漸在小說公演插畫 動畫及電影 人物設計與跨媒體合作等領域 展露頭角 而如今 LongDraw老師也真正跨足了 寫作等領域 從停格於某一珍貴時刻的插畫 變成隨時間流動的文字幻想 也就是這本自助自慧的 色彩性細節小說 本書描述總是習慣 隱藏自己真心的男主角 在某天 露日的公園中 遇上了一位拿著單眼相機 是說自己旅行故事 並靠著模仿而活著的神秘少女 然而一個月後 那名少女突然就隨著一句 短短的扁條紙 消失了 八年過去 人成長了也 滄桑了 也都因為神秘少女 而從虛假世界逃脫出來的男主角 再度漸漸封進了極其偏向黑色的灰色世界 但一次無意間在網路發行的相片 又將一切逐漸牽連起來 重新拉近兩段 理應永不再教會的緣分 重新讓兩人在此 面對彼此 面對自己 這部作品的美麗之處在於 Londra深知自己作家的實力還遠遠不足 更知道插畫的表現 僅是擷取瞬間的永恆 但小說電影等媒介的表現 則是許多光影組成的大時間軸 因此他選擇了寫出最赤裸裸的情景及自我 並創造出了超越插畫表現高強的這部 模仿和極彩度的灰 什麼是愛 什麼是真實的自己 本作只有30年範圍的時間來回跳續與倒續 成縮不同時間軸上 不同人邂逅女主角千奈美的視角 與最後各不相同的離別 而無論是何者 我們皆能看到一件同樣的事情 影子與光 互相之間無法磨滅的影響 有光才有影子 有影子才有光 什麼生活者 什麼是原諒 又什麼是被原諒 這些是故事中一直穿插於讀者思維中的主題 正如同本書的序言一樣 他描繪少年少女初遇時的酸甜 離別時的苦澀和相遇時的激動 再透過第三者視角 刻畫出各種的掙扎和醜陋美的人性 讓我們知道 我們都不完美 但努力活著的樣子 很美麗 更像是魔法和極彩度的灰 這本書中 灰色調的少女主角 卻活出 蘊藏高彩度對比的人生色彩 第三本 浮動世界 皮茲默所著 大口灰圖 要有光出版 在我當時為這本書寫下推薦的事實 我寫下了這麼一句 最引人深行的末世預言 並不一定是天崩地裂的世界末日 而是在人性的自私與懊悔糾纏之下 荒無干渴的內心世界 災難 又或是說 末世小說一直都是我最喜歡的題材及書型 而浮動世界的本質上 大概是一部探討環保議題啊 災難事變的科幻著作 但是裡頭所包含的一則則小故事 寂寞式繼續 是比現實還要真切的幻想 比懸疑還要合理的故事 以及 比我們 人類 自以為是的思維 還要更加千變萬化的 人心 本書雖說餐雜的需需多多不同的元素 包括這個 科幻 懸疑 驚悚 溫情 環保議題的省思 地球末日的預言 古代神話的改編 甚至是 嗯 加入了一些奇幻的成分 在充滿科學理論的架構之中 但是卻能在有限的篇幅 與打散的小人物故事中 體現這些元素的奧妙與精華 遊戲作者利用了本人的經驗 與實際的走訪接觸 讓文筆下的台灣和黑白字句 都仿佛活了過來 印證了我很尊敬的一位 日本資深記者曾說過的話 清零現場是十分重要的 而場景回到現實 我們全球70多億的人口 現在所面對的 是氣候的極端化 災害的頻繁化 還有人類日以季夜的啃食之下 地球環境的快速墜落 正當熱蠟席 永歐洲冰銷 撲過美加東岸 海平面一公分一公分 慢慢上升之時 人類卻沒有明顯 開始關心這顆星球的傾向 因此 也許我們需要的 並不是震撼全球的演說 或等到某個國家實際走向消亡 而是浮動的世界 這篇故事 本書所帶來的衝擊力 甚至讓我個人仿佛望見了 過往曾看過的外國科幻 警示名著群與最後理論等數的影子 藉著原之內與原之外 戰勝及戰敗 滅途之士與凡勝之士的比對 我看見了悔恨及孤單的情感穿梭於篇章之間 隨著詭異而循序漸進的劇情 更將主軸不斷地拉回末日將臨的警示議題之上 而且不單單只是所謂人類的過度發展而導致的環境災變 梯子墨老師更琢磨於物種高下貴賤分別的荒謬 逆逆強權的人性醜惡 還有沉迷於幻象之中的愚昧 也許最後書中的禮奇現象不會在我們身上發生 不過絕對不是唯一一個令人能夠不斷阻絕深思的優秀災難小說 那麼作為這一集節目與本書短片結束 就讓我以這枚幾句送給大家吧 我們總是Emaid裡自以為比任何禁種都還高尚 卻從沒想過低頭看看自己的內心是什麼滑稽的模樣 這就是本書的蔑視幻想所自嘲之物 我是牙齒雲 感謝你跟聽完這一集的小小書房 也別忘記去訂閱支持追蹤我的YouTube與社群 下方的留言區也都可以講講你對於這期節目的建議 另外後面兩本書我也只有在Medium與博客來放過掛名評論推薦喔 那麼我們下期再見